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 11日报道,中国各地的一些组织已发出通知 呼吁员工或会员展现对华为的支持 并威胁要惩罚被胆的使用苹果产品者 甚至要提供补贴购买中国之的智慧手机 在上海的南充商会本周发表说 美国的目标是遏制中国的崛起 我相信中国人民应团结一致 支持我们国家的产品 并警告将禁止任何会员购买苹果产品 持续增强的反弹 与之前在中国发动的抵制活动相呼应 中国的组织或民众在认为国家受到侮辱后经常会发动抵制 有时导致大规模且破坏性的抗议活动 目前尚未有任何中国大企业或政府部门 公开支持或参与这些呼吁抵制美国产品的声浪 但不少小型供应商与团体已经热切参与 报道并指出 深圳的电子零件供应商 Mapad公司时日表示 将提供15%付贴给购买华为与中心手机的员工 该公司再发给全体员工的通知说 该公司将惩罚购买苹果手机的员工 按市价处罚 四川成都的软易达信息技术公司也说 员工购买华为产品将提供15%补贴 如果喜欢本视频 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 别忘了按赞哦